Mr.Chuling是一个mechanic,然后他的basic salary是$1,40,然后他的money OT是$450,然后他住在排屋,然后住金是$550,然后水电费是$300,车的那个instrument是$390,打油是$180 然后他花$750 for他的食物,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他每个月进签试,然后再加上$450的OT,然后他一天就有 一天,他的income是这么多,dotal income,然后他花那个租金就$550,然后再加上$350,然后再加上$390,然后再加上$180,然后再加上$750,所以他总共花的是$2220, 啊,他这一边呢,这个是他Dotal income,他赚的钱,这个是他Dotal income,然后这一边呢,是他的那个Dotal expenses,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OK 然后再加上$180,然后再加上$130,然后再加上$550,然后再加上$220,所以他的Cashflow是$1,800,然后再加上$1,800,然后再加上$220,然后再加上$120,所以他的Cashflow是 negative的耶, 就是讲他每个月穿的都不够他给了我 每个月穿的都不够他给了我 每个月是亏300T的我 所以这个是他的cashfall cashfall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是属于negative cashfall 所以他是属于不健康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suggestion呢 就我看了schema啦 schema就在那边讲 so他是negative cashfall 他要 mengurangkan berberan jalan makan dengan masa sendiri 或者是berka 然后过后呢 他就什么 就 为了省那个油钱 ok 他可以打那个 public transport 然后或者是呢 他就 省用那个水电费 这样 可是事实上我看了一下哦 啊 他的 我觉得他的工资里面 你省水电费 你现在每个月是道歉三百七 你省水电费 也省不了多少 你的那个车跟打油 这样如果你的车卖掉 这样 这样没有用车的话 这样还好啦 可是马来西亚你没有车 你这样省过 很难的哦 马来西亚的那个public transport 你靠他 你准备迟到的那种 ok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 这样七百五 一个月吃七百五 除以三十天 这样他一天才二十五块吃了哦 其实我们 一餐个 十块左右 早餐五块 还不可以跳水 嗯 可以 呃 省事简用 省事简用 哎呀 我们华人是讲什么呢 开元节流 ok 什么 呃 什么 improve his skill ok 然后我给了succession 如果 如果真的是要给我的 给succession 的情况之下 什么 improve his skill and find a job with higher salary 提高他的收入 ok 多做OT都不是方法 ok 多做OT 他的OT都有400多了 再加多400多 我觉得他老板 可能给了这么多OT的啦 嗯 所以不如他把他的skill 呃 增强了 然后他就可以找 比较高工钱的那个工作 这样这个是我的succession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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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